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也就是德文的进行式 德文的没有进行式 简单的回答 没有进行式 好消息 这个其实这方面 比英文的这个ing 这个时代简单很多 我们没有这样的时代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我在学英文的时候 而且我发现到很多 以德文为无意的人 学习英文的时候 ing跟没有ing的这些时代的变化 对我来说 非常的困难 顺便告诉你 那现在呢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德文里面 怎么表达ing进行 正在做一件事情 这种感觉 非常的简单 我给你两个不同的用法 第一个用法 你用一个副词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你无法相信 你就用gerade这个副词 gerade就是正在的意思 我可以问你 What are you doing? 我就可以回答 Ich mache gerade ein Video Ich erkläre gerade die进行事 im Deutschen Ich sitze gerade im Park Ich esse gerade etwas Ich trinke gerade Kaffee und so weiter und so fort 等等等等 这是第一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是 你可以用一个am加一个动词原型 这种时代 或者这种句型 应该更纯具的说 这种句型 来表达你正在做什么 Ich bin gerade am video drehen am video machen Ich bin gerade am arbeiten 我正在工作 Ich bin gerade am kaffee trinken 我正在喝咖啡 虽然其实要小心 这个句型 有时候听起来没有那么自然 否则呢 你就是最保险 最安全的 然后最好用的 也就是加一个 gerade这个副词进去 就得了 你就说 Ich bin gerade am park Ich sehe gerade das neue video von Gabriel Ich verstehe gerade Wie man 现在进行是 我现在想不起来 这个德文的单词 这个书语 Wie man现在进行是 imdeutschen benutzt OK ganz einfach 所以我可以问你 Was machst du gerade 你可以在留言区 写一下 练习一下 所以今天这个资讯 另外这两个用法 想让你知道一下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至于下个影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